长者们手拿针线 神情专注的缝着客家花布 缝好后放进晒干的艾草及枕心 就可以完成一个美丽的艾草抱枕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安全与健康处境会 以实在味道六镜永续为主题 安排一系列的课程 包含烹饪 手作 品尝美食等 丰富长者生活 增进五感体验 这个系列课程是我们的实在味道六镜永续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其实是结合我们佛教的六镜来办理的 那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课是我们的六镜里面的一个香 那因为配合明天是端午节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是结合我们的艾草 也有相关的艾草茶 那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香草原意的这样子的疗愈 来提升我们长者身心的一个健康 那我们六镜的课程原则上有九周 那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八周 那我们的这一系列课程啊 其实里面都融入我们健康促进的一个相关的题材 包含我们前面的一个健康饮食 然后我们也有教导我们的健口操 那另外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手动的一些活动 那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些绘本的一个就是编写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啊 除了让长者有一些健康元素以外 那长者其实在我们的活动中间 都会有一些互相沟通交流的一个就是时间 那也希望他们透过这个活动啊 多多出来接触民众 然后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健康 然后因为这个课程的部分其实是有玄接 就是我们去年的课程一些长者的反应 例如说他觉得手作的课程啊 还有一些香草的课程 是他们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就是接触的 那因为除了一般我们可能手动的话 那今年我们有加入一些例如说香味的一些题材 那或者是我们上个礼拜有做一些 可能就是园艺的一些种植 那这些课程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长者他们在做的过程中会跟别人 别的长者做互相的一个沟通跟交流 所以他们觉得来这边其实最重要的是 好像交到朋友一样 那另外课程的一些新就是不同的题材课程 也让他们觉得这课程是有趣的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课程 让长者他们可以来自己动手动脑 然后呢不会老是都关在家里 让他们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跟一些伙伴一起上课 这是我们健康 安全健康会的一个宗旨 我们那个六镜整个的就是说 让长者可以自己动手去做菜吃 然后动手做一些他自己喜爱的东西 当然我们会请老师来教 那老师教给长者的呢 他们每一个人对那种植物 还有一些做菜 对他们自己本身那个心灵的那个疗愈 成效蛮好的 这次的课程特别邀请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 乐林学习讲师 带领长者做艾草抱枕 品尝清热安神的艾草茶 活动气氛热络 长者也收获满 我们这种六十五岁的老人 其实我们退休了以后 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然后我们出来学习 就是能够补偿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为了家庭为了工作 没有办法达成的兴趣这样子 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多多学习 然后有一些创作 让我们带回去 而且来这里能够结交很多 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非常感谢大同健康中心 提供我们这个机会 那我就想说反正 已经退休很久了没事了嘛 就来这边学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有炒饭啊 生菜沙拉 然后有做手作的东西 有健康操都有 就是学了很多 然后认识了好朋友 所谓的艾草应用 就是艾草其实它不只可以做抱枕 可以做手工皂 做汤圆啊 或者是艾草柜 那都可以 那所以我们刚刚先用简报 先介绍艾草 可以泡茶喝 像我们今天就让长辈们喝 艾草黑糖茶 长辈们其实还能出来学习的 都还算是很健康的 那所以呢我们通常大概都会提醒他说要继续保持学习啊 然后都出来走走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活动还邀请马街护专社区老师 带着十位学生志工陪伴长者一起做手作 藉由互动过程了解长者需求 这次的活动我们其实搭配了还有之前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原液治疗 还有一些他们之前的一个手工艺的制作 那透过他们这样子的互动学生可以提升他们的沟通的能力 以及他们对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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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管从长辈了解学生 学生可以了解长辈 他们在与生活在意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有一些医疗护理的一些照护 随着高龄社会来临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乐龄活动 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 在轻松无压力的气氛下 与人群互动 学习新知 开心过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